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又再重錘出擊 在今日美國國務院正式宣布 要與香港暫停或終止三項雙邊協議 包括引渡逃犯協議 轉移被判刑人士協議 以及國際船運所得收入的雙重貨稅寬免協議 到底對於香港會有什麼影響呢?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美國作為五眼聯盟國家之首 其實就是五國之中最後一國 和香港終止引渡逃犯協議 對於哪些人來說是最受惠呢? 當然就是那些被美國政府通緝的香港居民 而其中一個最出名的 就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 居民他現在住在深圳 一旦這個措施落實以後 他就可以榮歸香港了 實情特區政府也應該考慮 要禮聘張五常教授 作為中央政策組的特別顧問 兼且還可以委聘成為行政會議成員 為香港出謀獻冊 因為張五常教授不僅是學父母居 而且還成為美國的眼中釘通緝人士 若然香港政府可以委任他的話 實行就是對於美國來說是睹眼睹鼻的 另外關於轉移被判刑人士的協議 實情根據特區政府自己所說 自從2012年以來 一直沒有批准過任何已經被判刑的人士 從香港轉移到美國的申請 所以影響不大 更何況就是 在美國遭到判刑的香港居民當中 最出名的一定是極為愛國的民政事務局前局長何志平 既然他已經是營滿出獄 放出來回到香港安然無恙的時候 這裏所謂的轉移被判刑人士協議 是否繼續存在都無關重要 反而我想特別是要說一下 國際船運所得收入的雙重貨稅寬免 在終止這個安排以後 對香港會造成甚麼打擊呢 我們可以看看 這個貨稅寬免執行背景是怎樣 實際根據1986年的美國稅務改革法當中規定 凡親不是住在美國的船舶擁有人 就一定要按照美國的貨稅基準來交稅 稅率是4% 到底應貨稅的金額是基於甚麼來定奪呢 就是每次進入美國行程所得總收入的一半 換言之 無論是去情或是反情也好 總收入的一半的4%就是要拿來交稅 本來就是這樣安排的 但是後來為甚麼會獲得豁免呢 就是在1989年的時候 美國和當年的港英政府達成了一個協議 就是說你又免我我又免你 那大家互免之下 就在1989年8月 訂立了這個雙邊協議 當然這個作為是美國對香港的特殊待遇之一 那時特朗普都說要把美國和香港的關係 所謂正常化 這個正常化就是取消了你的特殊待遇 當然現在就包括了這一行 好了 那終止這個雙重貨稅寬免安排 對香港會構成甚麼影響呢 第一 就是美國的稅款其實是按照船程的總收入 一半的4%來計算的 就不是按照你那個公司的全年總收入來計算的 故此就算你全年拉雲是虧錢也好 只要你那一程是賺錢的話 那你那一程就要交稅了 那當然 對於那個航運成本必然就是會有所增加 而且按照每一趟船程的收入來計算稅款 在全球經濟下行的情況下 特別是難捱的 因為有很多船公司 其實它的船都是停擺了 根本上沒有東西送的 因為全球的出口貿易也是放緩的 所以 分分鐘今年拉雲 有些船公司可能是會虧錢或者是賺得不多 虧錢固然就不需要交稅了 但是 當它啟航去到美國的時候 它不會虧錢的 它一定就是再好了貨物才去的 一定是有收入的 這個收入的無收入 就拿來計算那個稅款 此外 由於美國就是雙程徵稅的 無論是去程也好反程也好 總之就要在你的航運總收入那裏 約4%來做徵稅 好了 有一件事大家就可以預估了 美國輸出到香港的貨物 到底市場價格會否增加了呢 因為那些廠商可能會把稅務成本 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如果是會的話 到這些來老貨 市場價格就會有所提升 還有一件事 特區政府經常對外宣傳 說香港是航運中心 那時候美國 終止了雙重貨稅寬免安排 又會構成什麼影響呢 在航運中心的地位方面 首先來說 有些設在大陸的廠商 主要是說那班人 因為香港是主要做轉口貿易 香港本地有什麼工業生產 來來去去輸出去美國 正如這班特區政府官員 說只有三十多億這麼大把 所以大部分都是轉口的 而轉口貿易當中 是計算關稅 就是計算原產地 所以就算貨品 在大陸生產 然後經你香港出口也好 主要就是貪你方便 那個稅款已經收了 不會因為在香港出口 就會收少些關稅 沒有關係 好了 為什麼他繼續選擇 就是貪你方便 貪你地理位置 現在大陸廠商就要再衡量多一件事 就是稅務成本 到底會不會對他們構成一個很重大的影響 因為本身來說 那些廠家經香港貨櫃碼頭出口去到美國的費用 就是高過經鹽田港出口 但是那些廠家仍然選擇香港的原因 就是因為貪你地理位置 夠方便 尤其是設在廣東西部的工廠 他就多數選擇香港出口 如果在東莞那邊 或者在粵東那邊 他們多數選擇鹽田港 因為大家就貪方便 如果加上稅務成本的時候 那些廠家便會想 會不會運遠一點去鹽田港 雖然時間成本高了一點 但是隨便有聰 節省這筆稅款 所以少少東西都會觸動到這班人 這班人賺錢而已 故此當他們計算過度過 如果最終發現經香港出口的成本 是上漲了很多 令到他們賺少了錢的時候 他們當然會思考一下 會不會有其他的選擇 而最接近的選擇 就是深圳的鹽田港 若然真的出現這個不幸的情況 對於很多香港的物流從業員來說 生計就會大受影響 本身現在已經經濟下行 出口的貨物便少了 即是在復甦方面便有困難 如果真的出現我上述所說的情況 因為有些人是貨櫃車司機 有些人是貨櫃碼頭的工友 一旦如果那些人根本要走投選擇鹽田港 那這班人便沒辦法 還未計算很多相關的民職人員 對嗎? 所以這班人便是很激 我們看看一些統計數字 香港從事物流業務的 有18萬人 到底將來會不會出現萎縮的情況呢? 香港這個航運中心的地位 能否保得住呢? 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偉大領導帶領之下 會走得如何呢? 你有沒有信心呢? 你有沒有信心呢? 他會不會說一笑致之或一癡之以鼻呢? 會不會對他個人沒什麼影響呢? 他又沒有經營船公司 又沒有出口貨物去美國 哈哈哈哈哈哈 另外這個邱騰華局長 會不會又戰狼上身呢? 會不會怎樣譴責美國呢? 他又未譴責 不過特區政府發了一篇英文新聞稿 去強烈譴責美國終止雙邊協議的單方面決定了 發言人譴責不夠 你優局長譴責才夠力度的 當中他們又說到 說 終止這個稅務寬免的協議 就是會增加了有關航運公司 特別是美國公司的營運成本 因為他們將會被課以雙重的徵稅 即是說香港有徵稅 美國有徵稅 因為他們取消了雙重徵稅的寬免 但是對於香港的公司來說 他只需要交美國的稅 因為根據稅務條例 第23B 我們剛才引述了 就說香港公司的航運收入 在香港是可以免稅的 那會帶來什麼後果呢? 政府發言人說 會阻礙到香港和美國之間的 航運業發展 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即是又是說 美國種這些東西出來 是等同於搬石頭 打自己的腳 實際上來說 這個說法也有多少取巧 美國貨運來香港 就不一定要用美國的船公司 要搞清楚這件事 你又要列出一個數據 到底在美國和香港之間的 航運業來說 有多少的船運是用香港公司 有多少的船運是用美國公司 到底多還是不多呢? 如果是很多的 當然啦 雙重徵稅對他也有很大的打擊 如果根本上不多 那對於美國來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上一趟說什麼 中國生產、香港生產的爭拗的時候 你特區政府也懂得引述數據 就是說 原來香港製造的 本地製造 然後運到美國出口的 那些商品就三十多億 這樣 有個數字出來 這次沒有的 為什麼呢? 你博人的時候 拿出數據出來 才有說服力的 好 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